接著明確降落飛,變成4.9 自由鳥是5.6,第三熱門 聖德寶也有多少飛,落到8.4 開始第一個回合 一出集,當然是那隻快點 就是那隻鳥 自由鳥在開邊,已經慢慢中在前面 有人跟他搶,就是那些幸運神區 一人一步,現在先拍拖 接著看到簡德廟,守內蘭 中間那隻是雙喜臨門 五開邊輝煌贏 接著過馬威之後,就玉城明區和能源之江有一隊 後一點,今天這隻東江進馬 排在外檔,決定稍微留一遍 裡面那些紅眼罩,再戰風雲 接著後面,黃色衣服,很容易認的明確 尾位置是右威,爆了尾就是聖德寶 留得這麼猴,沒有風 轉去港會的位置 向著上山路程 自由鳥見到的大勝 都好像知道馬皮星一樣 以而而而中間 一直這樣,手不斷推著 幸運神區一直在第二位,看著他跑 過來馬威之後,一對馬 五開邊,現在蓋上來,輝煌贏 被他過了,雙喜臨門 外面簡德廟,塞住在這個位置 慢慢輕鬆鬆走 外檔,一對馬 走上來,就是東江進馬 五,玉城明區比較緊 流言之江也在內蘭,見到鄭月亭 不斷推著 明確這個時候,蘇永倫也開始騎下騎下 中呀中呀 右威這個時候,鏟出去,開始已經是踩油了 雲雲又退了尾,包尾就升得寶 進入直路的時候,內蘭的馬,逼逼夾夾 見到走在前面,仍然是自由鳥 幸運神區騎下去,不是太多 這個時候,見到簡德廟,已經移到中間來追自由鳥 開邊,現在撒上來,明確,又威 流言,又閃閃閃閃閃上來 就是能源之江 終點前,他的頭位已經贏了出來 他就包了一碗,跑了第二名 簡德廟,第三名才是自由鳥 很逼夾,那個位子 被阿田拼到那個位子 幾乎都看不到 就沒辦法了,打不到邊了 打了一邊,然後纏著人馬尾,不要打了 所以又多一個教材給大家看 哇,精彩,能源之江 那邊偷到那個位子 威大 不是,其實是好馬,班數吃虧的馬 然後埋門街上這樣左右甲捐上來 在高手前面直城,看看我的 拉到上來 這樣贏,真是精彩得厲害 哇,直至目前為止這場 真是最精彩 沒得頂 馬就低一點 跑爛手掌 真的 還要跑馬尾 哇 哇 哎呀 他贏了,真是精彩 好厲害 紅燕之江贏了 但他表演的第二,自由鳥是第三 我也覺得聖哥跑得很好 鄭宇田不是旺了吧 厲害了吧 厲害了吧 幫他省了很多力,以及省了很多位 我想這個是取勝的關鍵 人家不是一定要打邊 當然,有時人家打邊 習慣了平衡這樣做 但最重要是馬有,這是最先決的條件 今天這個簡得妙,雖然是輸了 不過另一件事,看到這個薛達奇 其實都挺紳士 不是 實際上怎樣呢 他都應該會用右手邊 他頂住你 是嗎 每一納出來 你自己衝上來,你是吃虧的 我當是看不到的 對嗎? 我很正常 對嗎? 是紳士 不過不是說贏他 輸了還是贏他 事實上是這樣 跑馬,有些人 即是尊重一個體育精神 競賽的精神 但我可以告訴你 在歐洲 是不會見到這麼斯文的情況 日本是多見 日本是很斯文 我們香港現在有個 你問一下范怡龍就知道了 范怡龍是最厲害的 壓起來 那隻手 拉開他的手 吊一下 吊一下 那些腳 有腳針出馬 其他都… 沒有什麼 這場馬是蓮之光 本身是比較低一點的馬 今天也不是說利內難 其實是阿田努力去駁到這個位置 留意一下 其實進到直路 那些位置都可以沒有均勢 不要說贏馬 不是,我不是說 塞到一隻馬 一個塌 今年這隻馬真的轉了跑一里 留意一下 他有這個能力 打了一邊 有一點點 前了那隻簡燈苗的馬尾 這裡是轉了左手邊 是的 右手邊也可以 大家 哇